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所说where是不是不可以啊 因为你想想啊 我们说要使用where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啊 是不是必须有哪个关键词啊 不是那个要使用high wing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啊 是不是必须有gobby啊对吧 但是有时候我们说你在去做条件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用不到分组 但是也给了一个假如的话 是不是给了一个聚合函数的条件 这时候你是不是没办法了对吧 也就是说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的话啊 就是我们现在学要用到就是我们的子查询啊 他你看啊 看子查询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啊 子查询的话 你看它是在其他查询结果的 你看基础上提供了一种什么啊 是不是有效的方法来表示什么呀 是不是表示where子句的什么呀 是不是条件的对吧 你想想我们之前在讲where关键词的时候 我们说where子句后面是不是写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限定的条件啊对吧 但是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条件的话 是不是也是有限制 假如我提上的条件是一个句号函数 你说这个时候能不能直接写在where之后啊 是不是不能了对吧 也就要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啊 就是我们的子查询啊就应用而生了啊 大家记得说你就记上一句话 子查询啊 就是用来表示where子句的条件啊 就是where子句的条件 自查询啊 自查询就是用来包含啊 或者用来表示where子句的条件啊 where子句的条件 自查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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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查询的话啊 就是用来表示where子句的条件啊 where子句条件 自查询啊 就是用来表示where子句的啊 where子句的条件 你看啊 先把网上去看啊 既然我们说到子查询对吧 但是你看子查询这三个字当中 我们说还有哪两个字啊 是不是一样包含是不是查询呢 既然有查询的话 我们说少不了一个关键词谁啊 是不是就是select啊 对吧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谁啊 是不是from啊 对吧 也就是说 其实相当于就是说 子查询它的言外之意的话 就是在select当中 再去嵌套一个select啊 然后你看我们说是 你看子查询 你看它是可以嵌套在哪 你看我们可以签到的select语句 也可以签到的insert语句 还有update和delete语句当中 你会发现是不是子查询 是不是用起来 是不是比较方便啊 对吧 也就是好多关键词 或者好多语句啊 都支持我们的自查询啊 自查询 然后的话 你看自查询的 你看是不是select的查询 你看 是用什么来扩起来的 对 也就是我们的原括号啊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 再想一句话啊 自查询啊 自查询是用原括号给扩起来的啊 自查询是用原括号给扩起来的 或者一堆括号啊 给扩起来的 自查询啊 自查询啊 是用一堆括号啊 或者是用一堆原括号 把它给扩起来的啊 既然的话啊 大家就记住 你看我们说自查询啊 你就理解为它就是一个什么啊 是不是就是一个查询语句啊 对吧 只不过这个查询句 我们说是放在哪的啊 是不是放在我们说 维尔子句当中 是不是用来表示条件的啊 你就记住 它就是用来表示条件的一个查询语句啊 和咱们之前写的法是一模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的 好 那话啊 咱继续往下来看啊 往下来看 也就是说 子查询的一个分类啊 子查询一个分类 我们说是分为两大类的啊 一类是我们的嵌套子查询 然后第二类的话叫做相关子查询啊 叫做相关子查询 子查询啊 分为两类啊 嵌套子查询和相关子查询啊 等会呢 我们来看啊 这两个查询啊 这两个子查询的一个结果啊 或者一个区别是什么啊 区别是什么 然后的话啊 既然的话咱去来看啊 首先看第一个嵌套子查询啊 也就是说 三口2008当中啊 我们说子查询 你看是什么呀 是不是可以是不是 嵌套去使用的啊 也就是说 可以在一个查询当中 嵌套任意是不是多个子查询啊 言言之意的话 就相当我们说是 一个子查询当中是该干什么呀 是不是包含另一个子查询 对吧 也就是说我在这的话 可以给大家先去 大概去写一下啊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等一会咱讲到立体的话啊 咱再来看啊 咱再来看 也就是假如的话 我们说啊 咱先来一个查询语句啊 咱先来一个基本的 是不是 select的 对吧 然后select的 from 是我们的 where 对吧 我们说where的话 我们说这个说的话 我们说如果想要嵌套 我们说使用子查询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 子查询是不是用来表示 where会不会是一个限定条件的 对吧 我们比如说是某一个列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说等于啊 我这只是简单一决议的一个等于 这说到条件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 假如的话 我这是不是嵌套了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子查select啊 from 和我们的where 对吧 也就是说我这个时候 这个限定条件 是不是没有直接告诉你啊 对吧 没有直接告诉你的话 我是不是要去生命一个子查询 是不是帮他给再查询出来啊 对吧 查询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我这个 我这个where查询这个条件 是不是也是不明确的啊 不明确之后的话 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去嵌套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再去嵌套一个select的语句啊 对吧 像这样 你看select的里边 是不是嵌套了一个select的 对吧 然后你看第二个select的里边 我是不是又嵌套了一个select的查询语句 像这样的方式叫做嵌套子查询 你会发现啊 不管嵌套多个 也就是永远是我们的谁啊 是不是就是查询语句啊 对吧 只不过我们说是把它给嵌套在一块了啊 嵌套在一块了啊 也就是说嵌套子查询的话啊 大家就记上一句话就可以了啊 一个子查询中还可以包含另一个子查询啊 还可以包含另一个子查询 千套子查询啊 指的是我们所说一个子查询中啊 还可以包含另一个子查询 嵌套子查询啊 指的是一个子查询中啊 还可以包含另一个子查询啊 还可以包含另一个子查询 这个记完了吗 既然咱就往下走了啊 我们来看啊 这个说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啊 查询计算机系的学生选修了哪些课程 对吧 选修哪些课程啊 这个说的话 我们看见题的话 大家先去分析啊 我们说看看 我们说是不是用到了几个表啊 对吧 或者题上的要求 我们说是放在哪去说的啊 放在哪放在哪几个表中去说的啊 首先的话 我们看啊 第一个是不是计算机系的学生啊 对吧 我们这说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你要去查这个计算机系 是不是确定啊 它是不是在哪个表当中啊 对吧 是不是在我们说是不是应该是student啊 是不是学生表啊 对吧 学生表 然后的话 这个学生的话 你看人家要求是什么啊 是不是选修了什么啊 是不是哪些课程啊 对吧 哪些课程啊 我们课程是在哪个表当中的啊 是不是sc表啊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student的表和sc表 我们说是不是用到两个啊 对吧 用到两个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啊 大家可能如果我们说没有讲紫查询之前 大家看到这个题的话 是不是第一反应用的是什么啊 是不是表连结啊 对吧 但在这的话 我们说啊 也要用我们的紫查询方式啊 可以把它给做出来啊 这个紫查询的话 我们说啊 这个说的话 我们来看啊 怎么去分析这道题呢啊 也就 我先不复制吧 然后的话 你看啊 我们说你既然是不是要查询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查询的是不是我们课程啊 对吧 课程我们说是查询哪些学生的课程啊 是不是计算机系的 对吧 那严格之于我第一步 是不是先骂计算机系的学生 是不是先找到啊 对吧 那找到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就是啊 我们所说是不是select的啊 是不是我们来看着咱这个表吧啊 我们说是哪个表来的 是student的表对吧 我爸给他给这两个表现给查询出来啊 select的 信任我们的from我们的stodnt 然后的话 我们说我再去查一下这个表啊 select的 然后信任我们的 是不是 from我们的sc对吧 我们的sc表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啊 我 哎 正好是这个酷对吧 你看这两个表出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啊 我们所说在这两个表当中啊 student的表和我们sc表当中 我们说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列是谁啊 是不是都是学号啊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说啊 根据这个题的要求啊 我把这个题给复制出来啊 咱不看他答案啊 咱自己来写了啊 CtrlV啊 CtrlV 也就是说啊 我第一步的话 我是不是先可以 是不是先找到 是不是学习计算机的学生 是不是有哪些啊 对吧 我们既然找到学习计算机 学习有哪些 我们说看 先看哪个表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看我们的student的表 对吧 我们说啊 先去查看啊 第一步啊 先去查看我们计算机 学生有哪些 我们说是select的 然后是不是form 然后再是不是再来一个 是不是where 对吧 where 然后的话form的话 我们说从哪个表中去查 是我们的student的表中去查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查询了哪些学生 我们说学生能够代表学生的一个 唯一标识是谁啊 是不是我们的 S等于是不是学号 对吧 学号的话 我们说是where 查询哪些学生的学号呢 我们说是不是 系别是 sdp.com 系别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计算机系的学生啊 对吧 好 是不是要加上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 单引号啊 对吧 你看到 你看这一个查询一句 我们查询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查询的 是不是计算机系什么呀 是不是学生啊 对吧 我给大家去备注一下啊 这个的话 这个查询一句的话是 查询的是计算机系的学生 是不是有哪些 对吧 我们说学生有了之后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找到他的什么呀 是不是找到他的课程了 对吧 也就是找到课程 是不是根据我们的SNO 是不是来得到的 对吧 我们再来写第二个查询一句啊 等会儿 我在这给写的 把这个给放在最下方啊 我们来看第二个查询一句啊 第二个查询一句 我们说是不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查课程的 对吧 也就选择哪些课程 课程的话 我直接用一个星 给他表示出来 行吗 也就看他的课程 然后他的成绩啊 以及是选修还是我们的必修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from 这个时候我们说课程的信息是在哪个表啊 是不是SC表 对吧 查询哪些学生的信息 我们说是不是 where 是不是要给他一个限制条件呀 对吧 这个限制条件的话 我们人家的要求是事儿 要什么呀 是不是计算机系学生的选课情况啊 对吧 计算机系学生的话 我们刚才有没有给查询出来啊 是不是查询出来了 对吧 你看这个查询出来我们查询的是谁呀 是不是SNO啊 对吧 我们说你既然查询出来的条件是SNO 那我问了之后的话 我后边直接写谁就可以了 是不是写SNO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的话 大家来看啊 看这块的话 后边该怎么去写啊 我问大家 我能不能写等号啊 为啥呀 也就是你看 我现在在这儿啊 去查看一下分析 然后执行 你看我查询出来 这个结果是一个还是多个啊 是不是多个 多个的话 我用等号的话 我们说等号后边 是不是只能给他付一个值 对吧 我们说如果让他匹配多个值的话 咱用的是哪个 哪个运算符啊 想想 是不是印啊 对吧 我们印的话 是不是匹配到当中 我们说是不是任意 一个是不是结果 就能够查出来啊 对吧 然后在这儿的话啊 我们来看啊 我把这儿给删了啊 我把这儿给去掉啊 这块也去掉 去掉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啊 我在这儿啊 我写上一对小括号啊 我写上一对小括号 大家来看 这是不是就是我在查询里边干什么呀 是不是嵌套了一个查询啊 对吧 也就是说我这个题的话 我是不是分了两步走啊 对吧 第一步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 你既然要计算机的学生 我是不是先把计算机的学生 是不是先给你找出来啊 对吧 因为你这会儿 你是不是不知道 计算机的学生 是不是有谁啊 对吧 你不知道情况下 我是不是先把它给干什么啊 是不是查询出来 查询出来的话 我们说能够代表学生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就是谁啊 是不是学号啊 对吧 是我们的学号啊 然后的话 我们说学生有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查看 我们的课程了 对吧 select from SC 表 对吧 从我们的 SC 表 去查看学生的课程 查看哪些学生的课程呢 我们说是 为了是不是要跟上一个限制条件啊 对吧 这个限制条件啊 我们说是不是学号是 是不是属于我们的 计算机系的这些学生的信息啊 对吧 然后的话 你看相当于的话啊 我爸这先给简先走啊 Conex 你相当于你这个 紫查询 你这个印里边 是不是写的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9512 是不是101 然后逗号隔开 是不是写了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9512 是不是102 然后逗号再隔开 是不是写上的是 9512 是不是103啊 对吧 你是不是写了 是不是这三个学生的信息啊 但是这三个学生的信息 你是不是不知道啊 对吧 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在用一个查询 查询语句 是不是把他们这三个人的信息 干什么呀 是不是给查询出来啊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子查询的一个用法啊 Ctrl V 我再给它粘出来啊 再给粘出来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啊 分析 来去分析一下啊 分析 然后是命令成功了 对吧 然后这个说的话 我们来看执行走 有没有出来啊 是不是出来了 对吧 也就是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查询计算机系啊 学生的一个休克情况啊 这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还有一点需要大家去注意 就是我们看啊 你看我们说子查询是用来表示什么呀 是不是用来表示我们说 是不是ware后面的什么调价的 对吧 也就是说你ware后面这个调价 人家要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子查询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就查什么呀 对吧 你看你这个 你看啊 我们最外层的select语句 你看人家的调价是要谁啊 是不是要的是我们的SNO啊 对吧 要的SNO的话 人家知道的话 我子查询当中的话 我查询的列只能是谁啊 是不是只能是SNO啊 你说我这是 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去查个CNO啊 是不是不能啊 也就是说人家你看啊 你要查个CNO 也就是说你子查询 查询出来的结果是谁啊 是不是CNO的 可是不是课程号啊 对吧 你课程号的话 能不能和人家的调价 学号做匹配啊 是不是不能啊 对吧 也就是在这的话啊 大家记上一句话啊 就是说我们的 well子句后的调价啊 要什么 我们的子查询就查什么啊 well啊 well语句后 或者well条件啊 条件语句后 怎么来说来着 让我组织一下啊 对 well子句后的条件啊 要什么 我们的子查询就查什么啊 well子句后的条件啊 要什么 子查询就查什么啊 子查询就查什么啊 well子句后的条件啊 要什么 子查询就查什么啊 子查询就查什么 well子句后的条件啊 要什么自查询就查什么 因为你这时候啊 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啊 你会发现我们说 人家要求是不是查询的 是不是计算机系的学生啊 对吧 这个条件的话 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计算机系 计算机系的学生是不是有哪些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说这个条件是不是用了一个什么啊 是不是用了一个查询语句 是不是把这个条件是不是给查出来了 对吧 条件查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再传给我们所说 是不是最外层的这个要求人 人家要求的是不是这个学号 然后根据你查询出来计算机学生的 这个学号是不是找到 他所对应的一个课程号啊 对吧 一定要记清楚啊 你这个外条件之后啊 要的是什么 你只查询啊 就查的是什么啊 假如的话 我这写的是CNO的话 我后边这查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要查的是谁啊 是不是CNO啊 对吧 一定要记清楚了啊 一定要记清楚了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紫查询啊 紫查询的一个操作啊 也就是说啊 其实紫查询的话 第一种可以分为两方面来考虑 就是说第一个是不是条件告诉你了 对吧 但是条件告诉你之后 你不知道这些条件是不是有哪些情况 对吧 你就像这个我们所说 计算机系学生是不是条件告诉你了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学生是不是有哪些人啊 对吧 你不知道有哪些人的话 你是不是先用紫查询 是不是把它给查出来 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所说 一会我们说会讲到说遇到聚合函数啊 聚合函数 把它给也给做一个查询啊 给聚合函数给查出来啊 这是我们所说啊 紫查询的啊 紫查询的一个啊 第一个事例啊 第一个事例啊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看啊 再来看第二个啊 这两个讲完的话啊 大家再去练啊 你看第二个例子的话 我们说是查询了 你看什么呀 选修了C02这个课程 对吧 选修C02课程 我们先把条件给画出来啊 第一个条件是不是选修了什么呀 是不是C02课程啊 对吧 然后呢 第二个条件的话是什么呀 是不是成绩什么呀 高于此课程的平均成绩 对吧 大家来看平均成绩的话 颜值的话出现谁了呀 是不是聚合函数啊 我们说是不是出现的是我们的AVG啊 你看 虽然说出现AVG 但是你看我们说这个1和2 都是用来表示什么呀 是不是都是用来表示条件的啊 对吧 都是用来表示条件的话 我们说威尔子于后方 我能不能写上句号函数啊 是不是不能啊 对吧 既然不能的话 我是不是要找另一种出路吧 句号函数给转换出来啊 对吧 这个转换过程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子查询啊 子查询 我们先来去写一下啊 先去写一下这个题啊 咱不看他的啊 不看他的这个写法 咱一个一点一点去剖析啊 一点点去剖析啊 来看啊 Ctrl V啊 写 然后的话我可以分两段啊 我们来看啊 首先的话我们说是C02课程 课程的话是在哪个表当中啊 是不是SC表对吧 然后的话学号和成绩啊 是不是也是在SC表当中 是不是一个表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了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啊 这时候的话我们说是 先把我们的框架啊 先我们先来看啊 先把框架给写出来 我们说是Select的啊 是不是from和我们的是不是where 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啊 先看我们的条件啊 用到子查询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注意了啊 先看我们的条件啊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啊 是不是查询是不是啊 课程号是谁啊 是不是C02 对吧 课程号的话我们说是不是CNO 然后是等于什么啊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 是不是C02 对吧 这是不是第一个条件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第二个条件 我们说案的是不是连接 是不是第二个条件 对吧 案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看啊 成绩对吧 成绩是谁啊 是不是个案的 对吧 个案的然后是什么啊 是不是高于此课程的平均成绩 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说 是不是相当就是成绩高于 是不是此课程的 是不是AVG啊 不是什么 是不是AVG 然后括号是不是给他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个案的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说 我们说均和函数 能不能直接写在我们的 威尔子句当中啊 是不是不能 不能的话 我们演艺句的话 是不是要把这个谁啊 是不是这个AVG 是不是做一个转换了 对吧 转换这个话 也就是说 我怎么让我的平均成绩 能够直接写在我的威尔子句后方呢 我们说是不是要用到谁啊 是不是咱的 首先考试 是不是就是咱的子查询啊 因为你想想啊 我们子查询 我们说是属于 是不是也是查询语句啊 我们利用子查询查询出来的是什么啊 是不是一个结果 是不是一个值啊 对吧 他和我们的句号 句号号数还有没有挂钩了 是不是没有了 对吧 也相当于大家想想啊 你用你的 咱还来看这个啊 你看你这个子查询的话 查询结果出来 是不是就是一个值啊 对吧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 是不是你看啊 我走一下执行 你看是不是查询出来 是不是就这三个值啊 对吧 那既然是值的话 我能不能写在威尔子句后来啊 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我们说啊 这时候的话啊 我们来看啊 你既然不想写 我就先把你的平均成绩 是不是给先给查出来啊 对吧 select的 对吧 select的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再来写上我们的from 然后再去写上我们的谁啊 是我们的where 对吧 from说从哪个表中去查啊 是我们的sc表 对吧 sc表的话 我们说查什么呢 是不是查我们的 是不是平均成绩啊 对吧 我们都是avg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括号 括起来想谁啊 是不是我们的 是不是grand 是不是查询我们的平均成绩 查询谁的平均成绩啊 是不是还有一个限制条件 我们说是不是刻成号等于谁啊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 是不是c02啊 对吧 你看这样的话 我是干什么啊 是不是直接把我平均成绩的值 给是不是给算出来了 对吧 你算出来之后的话 我能不能给我的威尔子句去使用啊 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然后这说的话 来看啊 咱现在运行下这步走 你还是断好啊 是不是76 原来这的话相当于是 我刚才的后表直接写了一个谁啊 是不是就是大于一个76 你看啊 抛签不要看我印这部分 我如果这样写的话 我这个语法结构有没有错误啊 是不是没有 我们说威尔子句 我能不能后边写一个 比较运算符的一个判断啊 是不是可以啊 对吧 也就是在这的话 因为我们所说啊 威尔子句后方 不能让我们用我们的平均成绩 你不让用的话 我就用一个子查询啊 把它给查出来啊 给它查出来 你看这样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条件有没有出来啊 是不是出来了 对吧 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把上面是不是给补充完整 就可以了 然后form的话 我们说是从哪表中去查啊 是不是 sc表对吧 然后查什么呢 看清楚人家要求的是 哪些例啊 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我们的学号 是不是SNO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谁啊 是不是成绩 是不是个案的 对吧 你用到这的话 你看 这时候还有没有问题呢 是不是没有了 对吧 这是我们来看啊 分析 然后执行走 有没有出来啊 出来了 对吧 也就是说高一次课程的平均成绩 是不是只有这两个人啊 只有这两个人啊 这是我们所说 在子查询这块的话 我们说两种啊 两种形式 我们说可以用到子查询 第一个是不是条件给你了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条件 是不是具体表示哪些内容啊 对吧 我们用子查询 把它给查出来 第二个话 我们说是 你在去写的时候 我们说要使用条件的话 我们说条件当中 我们说是不是包含了什么呀 是不是包含了聚合函数啊 对吧 包含聚合函数的话 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话 你也需要去用到我们的子查询啊 把我们的聚合函数所表示的值啊 给它查询出来 你看 有学生说 那我这样能不能用highway啊 大家来看 这个题上有没有说用到分组啊 没有啊 对吧 你没有用到分组的话 你在想go by和highway啊 我们想到是不是 你就把这个题是不是给麻烦化了 对吧 我们说 既然你没有用到分组的话 我们说就不用去写 我们的go by和我们的highway 我们的well子句啊 也可以去完成 这个完成的 我们说 它的一个前提 是不是咱去嵌头一个 是不是子查询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子查询的这两个啊 子查询的这两个啊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 你看我们说 是不是就是 你看是不是 select的里边 是不是嵌头了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select的啊 对吧 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啊 一定要去注意啊 你看我们说这个子查询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让成绩是做什么 是不是让成绩是做判断的 对吧 那我这子查询查出来的 是不是成绩啊 是不是吧 对吧 我们说是不是查出来 是我们的平均成绩啊 我解个评 大家把这两个题啊 好好的去敲一下啊 去敲一下 我去敲一下 curling坏 Complex 碗 行 play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